他们的条件是 平分华夏 狂选废日 华夏的土地 一寸一分 也不能给洋人 这是太平天国的危急时刻 不仅要抵抗清军 还要防备洋人背后插刀 当初说的好好的 洋人愿意和他们一起对付清兵 世道临头却狮子大开口 要求平分华夏领土 红秀全坚决不当卖国贼 别说平分国土 就算一分一离 他也不会出让 那些条约 是清妖卖国贼与他们签的 太平天国一概不认 清朝与英法签订了 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 现在来太平天国的地盘上 要求履约 红秀全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他的拒绝让英军首领意识到 太平天国与清王朝不同 仅仅怀柔是没用的 大清朝廷在北京条约里 又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好处 我们理应帮清政府打太平军的 在太平天国攻打上海之际 英法等外国驻军 也彻底抛掉了 长期以来的中立口号 他们不仅帮助李鸿昌建立 洋枪队 还出动数千名将士 帮助清军抵抗太平军 红秀全分兵两路 一边打清腰 一边打入侵的洋人 就算太平天国只剩最后一个人 也不会让洋人吞下华夏的土地 战争焦灼不下 就算有英法军队洋枪火炮的支持 清朝还是边打边退逐渐落败 而身居紫禁城中的慈禧 更是打着联合外移 先行剿灭长毛军的算盘 唯一担心的就是打败长毛之后 洋人会不会得寸进尺 不然说洋人长毛都是祸患 可两害相权取其轻 那长毛更可怕 长毛打出的旗号就是灭武大清 那可是从根上砍倒咱们这棵大树 洋人只是想着多要点地盘 开点口岸 能做点买卖赚些银子 一边要钱一边要命 自然是先舍钱保命了 然而他的小算盘打得再好也没想到 就算已经联合了洋人 还是打不过攻势凌力的长毛军 英国人趁机又要扩大租界 清军这边想也不想就给了出去 只要能帮他们拿下长毛军 别的一切都好说 现在是舍钱不舍命的时候 我们只求战功 别的什么也别管